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真是太舒服了 此时此刻花小葵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草地的英语单词 你们要一起来看看吗 GRASS G-R-A-S-S GRASS 单词GRASS含有字母组合GR发GR的音 字母组合ASS发S的音 GRASS GRASS GRASS作为名词表示草的意思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哦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GRASS呢 看 GREEN GRASS 青草 还有DRY GRASS 干草 除了表示草 GRASS还有草地 草坪的意思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我们在户外的草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标志牌 上面写着DON'T WALK ON THE GRASS 或者Keep OFF THE GRASS 它们想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都在善意地提醒行人 物践踏草坪 同学们 你们在户外 有没有好好爱护青青的GRASS呢 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出行者哦 哇 真棒 摘了这么多苹果呀 可是没有它摘的苹果大 我还是觉得这边的草更绿一点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如别人的好呢 嗯 这让华小葵想起了一句谚语 这山望着那山高 用英语说就是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看字面意思 这句话表示 草是那边绿 从这个含义延伸开去 就有了 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意思 同学们可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才能感到幸福和快乐哦 别跑偏了 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GRASS这个单词吧 GRASS这个单词可以怎么记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 一起来读读看 加深对GRASS的印象吧 期末考试全PASS 终于不用上CLASS 拿着新买的GLASS 路过公园的GRASS 好啦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要继续躺在柔软的GRASS上面 睡大觉啦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